9月7号 王女士在杭州滨江的异形奔驰赛斯店 订了一辆奔驰JLE350越野车 车价64万多 王女士说 她准备9月11号提车 9月10号 她接到了销售的电话 就是星期天他们打电话过来说这个车子被人挂了 在车门上那个左边两三门都要做过油器 还有做过板筋了 刮蹭车辆的是到赛斯店看车的顾客 王女士介绍 后续沟通的过程中 赛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车损由全泽方的保险公司承担 除此之外 赛斯店方面可以对王女士进行关怀性的补偿 王女士说 在她看来 事故发生前自己只支付了车子的首付款 车辆还没有进行交接 她可以拒绝接受这辆车 采访时 王女士还联系了警方到场组织调节 赛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9月7号当天 他们为客户开具了购车发票 这辆车已经销售给王女士了 现场 双方又进行了一番沟通 赛斯店愿意提供2万元维修基金 并赠送保养 目前双方已经协商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住报道